疫情期间在外用餐就怕卫生出问题 原本年初公布的免洗餐具禁令 因为新冠肺炎爆发 只要向地方环保局提出申请 就可以暂时使用免洗餐具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 现在要恢复禁用免洗餐具 环保署在今年的6月7号 通知各个县市环保局 不可以再新增同意这个店家 暂时提供免洗餐具 免洗餐具未来在政府部门 学校 百户公司及量饭店 都不能用 不过之前被核准使用的店家 一共有三个月使用的期限 如果过了期限违反规定 最高可开罚6000元 截至4月还有在使用免洗餐具的店家 一共有377家 但随着疫情和缓 民众也有环保概念 5月就已经剩下不到100家店使用 环保署说 只要按照指挥中心提供的清洁标准 清洁餐具就能有效消除病毒 民众在防疫期间 只要充分留意卫生 一样可以兼顾环保 记者陈玄白 王浩慈采访报道